这个男人是个瞎子 而妻子每天做饭 都会准备一条没有眼珠子的咸鱼干 男人都会一口吃掉 还夸妻子做的饭好吃 每次妻子脸上都露出一个诡异笑容 男人是个按摩师 每天为客人按摩为生 他不仅身材高大 而且长相也十分的英俊 附近的人都经常找他按摩 就连村里的村花都故意找他搭讪 有次给客人按摩时 他告诉男人附近有座庙很是灵验 只要坚持许愿一百天 那么他的愿望就会实现 而男人每天下班回家 都会捡一块石头送给妻子 他把自己想去寺庙许愿的事情告诉妻子 妻子问他愿望是什么 男人说自己想看看妻子的脸 没想到妻子却露出了惊慌的表情 第二天男人就来到寺庙 投入一枚铜板后 男人双手合十开始虔诚地祷告 从这天起他每天都去寺庙祷告 可是客人觉得那是假的 让他别抱有期望 随着一百天的日子越来越紧 妻子看向男人的表情也越发诡异 今天是祈祷的第一百天 男人像往常一样投入铜板 双手合十祈祷之后 男人睁开了眼睛 瞎子每天都摸着妻子的脸蛋 想要看见妻子的模样 为了重见光明 男人每天都去寺庙祈祷恢复光明 可到了第一百天 男人祈祷后睁开双眼 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复明 男人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对妻子说自己浪费了一百天时间 可就在他俯身捡地上的石头时 男人发现自己可以看见了 他惊喜地睁大双眼 抬头看向自己的妻子 男人激动地将妻子拥入怀里 他拉着妻子来到镜子前 可是随着男人的复明 他对妻子准备的饭开始嫌弃 这条没有眼珠子的鱼 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于是男人饭也不吃就出门了 他像往常一样 看见好看的石头想送给妻子 隔壁邻居说女人不喜欢这些 他们都喜欢漂亮的饰品 男人便买了一根发簪送给妻子 可妻子却说还是喜欢石头 气得男人把石头都扔了 第二天男人为邻居按摩时 邻居问他不觉得自己妻子很丑吗 男人说从小就失明 不知道什么是美丑 邻居趁机说只有村花才配得上他 从这天起 男人每天都照着镜子看自己 感觉自己真的很帅 这天男人去寺庙还愿 恰好碰见了同样前来的村花 村花对男人复明感到很高兴 他说为了庆祝男人复明 村花想请男人吃饭 男人每天去寺庙祈祷重见光明 没想到眼睛真的看见了 他开始嫌弃自己的妻子太丑 每天照镜子欣赏自己英俊的脸庞 村花看见复明的男人十分高兴 说什么都要请他吃饭 男人本想拒绝 可是村花直接挽着他的手臂走了 他为男人准备了丰盛的海鲜大餐 男人从没有吃过如此美食 忍不住狼吞虎咽起来 村花看见男人如此模样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男人见状也不好意思起来 可没想到的是 村花对着男人开始表白 说男人复明自己真的很高兴 激动之处忍不住扑了上去 就在这时 房间门突然打开 男人的妻子来到了这里 只见妻子面无表情地盯着男人 然后将他按在了地板上 他抚摸着男人的脸说道 下一秒 男人从睡梦中惊醒 他不停地摸着自己的眼睛 嘴里还说自己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妻子安慰男人是不是做噩梦了 男人这才发现 自己原来做了个噩梦 可为什么这么真实呢 就在夫妻俩重新躺下睡觉时 桌子上的红色发簪是这么的醒 原来妻子也每天去寺庙许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性才是最可怕的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